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大家收看刘振峰生活频道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所谓红艳桃花或者红艳桃花煞 究竟是什么呢? 遇到它的时候又应该如何化解好呢? 很多时候大家听生肖运程也好 或者看我的六十日全命隔也好 或者算命也好都会听到一个字眼叫做红艳桃花 红艳桃花到底是什么呢? 红艳桃花本身是偏桃花 如果你遇到对正的因缘是没有帮助 反而会带来不好的结果 不过同时你的人缘又会上升 你听到这里就会说 那师傅 如果我刚刚遇到红艳桃花怎么算好呢? 根据我帮人算命多年的经验来说 男人是不会问这件事的 通常是女士 当她的老公遇到红艳桃花 她就会很紧张问我 又或者在我算命的时候 会说 在这个时候遇到红艳桃花 会有什么事发生呢? 太太通常都会说 对呀师傅 这样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 真是中了 好了 现在我们首先讲一下 什么是红艳桃花 红艳桃花有一个口诀 如果你的红艳桃花本身最大影响 就是你的日柱 有红艳桃花 什么是日柱呢? 我会贴连连续 大家可以看 60日柱命格 我之前拍的影片里面 里面有说 哪些日柱会带有红艳桃花 如果你的日柱里面有红艳桃花 即是说 你自带红艳桃花 他这一世都跟着你 影响是最大的 其次 就是你的大运榴莲里面 遇到红艳桃花 什么是大运榴莲呢? 一个人每十年就会走一个大运 会转一个大运 在这十年里面 可能你会遇到红艳桃花 又可能没有 通常一个人 大运我们会算60年 不一定遇到红艳桃花 但如果遇到红艳桃花的时候 通常都会有事发生 一个人一生人里面 只会有一次的十年大运 是有红艳桃花 所以大家不用太害怕 另一个就是 生肖运程上 有时会遇到红艳桃花 但放心 不是所有生肖都有红艳桃花 所以要留意每年的生肖 会遇到红艳桃花 现在我们入正题 讲一下红艳桃花是什么 首先我们讲一下 生肖遇到红艳桃花会怎样? 通常你的异性缘会提升 如果结婚的人 容易因为朝夜外遇 而是非 导致和伴侶关系不好 不过通常是45岁之后 遇到红艳桃花才有这个情况 当然也有一个条件 就是要结婚先 如果你未结婚 即是感情上遇到冲击 另外单身男女遇到红艳桃花 其实代表什么? 真桃花味道 因为红艳桃花 我们有见偏桃花 不属于正桃花的一种 通常是墓水桃花 不会结成分 其实墓水桃花 有很多种 例如 你可能会听过 咸池桃花 沐浴桃花 为什么我们要讲红艳桃花 因为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来看 红艳桃花 威力是最大的 亦都影响最大的 最大的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自大红艳桃花 什么是自大 最大的红艳桃花 最大的问题是自大红艳桃花 其次是榴莲大运的时候 遇到红艳桃花 在十年大运里 经常会遇到无水成员 如果女士遇到就不太好 通常会结成分 最没有影响的就是生肖遇到 红艳桃花 刚刚那年生肖遇到 跟范太岁差不多 其实没有很大的影响 纯粹人缘运提升 或者拍拖会有些冲击感 红艳桃花 听个名字都知道 好像花开又美好又灿烂 人家见到你就会很开心 本身个人戴红艳桃花 气质出众 有特殊魅力 还有好的人缘 不过要留意 红艳桃花 全名 红艳桃花杀 象征散发了古迷人的气质 异性缘特别好 本身如果你自带红艳桃花 感情世界丰富 生性亦多情 除了会吸引异性欣赏之外 本身对情欲亦非常敏感 以及为了爱情 不理世俗的眼光 而包括 即使你身旁已经有对象 甚至已经结婚 仍然会吸引异性的追求 而且面对追求者的事外 很容易动情接受 即是说 出现感情上的第三者 甚至会和原本的对象 离婚再结婚 如果你本身意志不够坚定 很容易就会风流寻事不断 本身造成 爱情运势不稳 感情亦容易生变 不妨告诉大家 之前有个客人 帮他先生看 我说 你先生自带红艳桃花 我跟他说 你先生一定很受益性欢迎 他说 是的 师傅 他真的很受益性欢迎 接着 我推算到 刚好 他有十年大运的 又是红艳桃花 而刚好 那一年 其中一年 他本身有复刑 即是没有人六十年会有一次复刑 那年 我跟太太说 你先生这一年 是不是真的被你发现了第三者 他说 是呀 是呀 接着我就说 那第三者是否很厉害 直接上来找你 敲门 他说是呀 师傅你怎么知道 那年 真的是 他先生的情婦 敲门上来 跟他摊牌 不过好彩 这位太太 本身 名大撒破狼 一听那支霸气劲 一出事之后 他老公 被他搞定了 搞定的意思 就是摆平 不是那些搞定 就是摆平 这样 之后 那个二奶 就没有再去找他 他就知道 他先生 再没有去找这个二奶 之后 我就教了他如何化解 接着我现在听到 一路相安无事 没问题 另外 我也有遇到一个更厉害的案 就是 一个女士 她本身 自大红艳桃花 她十年大运 刚刚走正 三十到四十 又是红艳桃花 发生什么事呢 他第一次结婚之前 我能够算到 他最少遇过四段情 才结婚 他就跟他说 师傅 我拍过很多次拖先结婚 找到这个对象 但是 当时 我跟他看的时候 他已经是三十多岁 我跟他说 某个年纪 我不太明白 他说 你和你先生好像出现了第三者 你是不是离婚再婚 他当然就说 师傅 对啊 那一年 他又遇到另一个追求他的人 他选择了新的恋情 离婚再结婚 那一年 他没有事发生 他已经生了小朋友 跟着 我跟他说 过几年之后 你又会遇到红艳桃花 那你自己 你决定吧 你会选择新的恋情 还是怎样呢 因为 他本身命带红艳桃花 加上其他命格上的特质 他就算怎么结婚也好 对方仍然都会对他好好的 无论新的也好 他会继续联络 很厉害的 过几年之后 他又来找我 师傅 我真的选择 再找一个新的对象 那一年 又离婚 又结婚 第二次结婚 严格上来 是第三次 第二次换他 所以 在这个案子 其实不止这个案子 有很多其他案子 我都发现 红艳桃花杀 真是一个很强的桃花 好了 说到这里 太太先生 如果你的另一半 是有红艳桃花 你真是很紧张 师傅 那怎么办 如何化解 当然 一切的命格 除了靠本身意志力 去帮忙之外 都有化解的方法 我们现在来讲讲 红艳桃花杀 化解的方法 第一 在家居风水上 一定不可以摧旺榴莲桃花位 即是如果你看我的频道 你会发现 我每年都会讲一些 风水摆设的位置 如果你有红艳桃花 或者你的另一半 有红艳桃花 一定不可以摧旺榴莲桃花位 摧旺榴莲桃花位 摧旺榴莲桃花位 或者你和伴侶睡的房 不可以对正浴室或厕所 是不可以的 如果你住的是套房 主人房 厕所门 一定要经常关 厕所板要盖住 尤其是睡觉的时候 一定要关好 这个 自己找屋的时候要避免一下 自己想办法 如果你现在的屋是这样 那你看看我 我频道下面 有些基本的风水化沙 你可以帮到你少少 但最好当然是找一间 不会的房门 对正厕所浴室 第三 根据经验 你本身是红艳桃花杀 自大 或者走大运的十年桃花 是红艳桃花杀 如果你那年犯太岁 一定要犯太岁 因为太岁 我说了很多次 其实最大的问题 是象征感情生活变化 生活上的变化 即是如果你拍拖很稳定 或者已经结婚很稳定 犯太岁 就会有感情上的冲击 如果加上你本身的红艳桃花杀 那你就一定要留意 第四 配合生肖 相应的生肖 配戴相应的食物 即是我这里列了出来 你自己看我全都圈 怕你看不到 很多人反应和我说 师傅 我有时不知道 其实我有一段视频 也要再说一次 这里 属鼠的 大牛 属牛大鼠 如此类推 虎和猪配 兔和狗配 龙和鸡配 马和羊配 所以说你的生肖 年生肖 不需要你日处 即是说 你属鼠的 你平时配戴肉的牛 属龙的话 就配肉的鸡 属鸡 属鸡就配肉的龙 平时都带着 就算不犯太岁 都带着 如果是你的伴侣 就送给他带着 提醒他 你已经有稳定的因缘 不要再找红艳桃花 另外 结婚之后 红艳桃花杀的人 一定要带结婚戒指 无名指 带着他去克制 可以减少红艳桃花杀的影响 结婚戒指 之前我说过 一定要带银色 不要带金结婚戒指 不能带金那么丑样 带银的结婚戒指 记住 第七样 最重要 要靠本身的定力 你本身定力不够 就算做完这些 都是帮你减少4-5成左右 还有5成的机会 要靠你自己定力才行 红艳桃花杀 刚才有说过 最重要 要留意的是 45岁之后 一定要小心 因为红艳桃花杀很差 逢45岁之后遇到的 威灵会比之前更大 即是你本身自带红艳桃花杀 一路习惯了 已经经常是这样 但到了45岁之后 如果遇到 十年大运 有红艳桃花杀 通常 男人 混头出事 女人混味 什么是混头混味呢 比如 45到55岁 是你十年大运 这十年 遇到红艳桃花杀 男人 通常 4546岁的时候 会出事 女人 到54到55 即是云尾 出事 留意 如果 你的另一半 或者你也好 不说谁 刚刚 是35到45的大运 遇到 红艳桃花杀 而是女性 就是红艳桃花杀 威力最大的时候 要特别留意 记住 45岁 不过 如果 本身 命大红艳桃花杀 其实 对你在从事某些工作上 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 对异性 特别有吸引力 相对来说 亦容易多异性的粉丝 你知道做什么 命大红艳桃花杀的人 适合做 娱乐圈 教书的工作 有些教书是说 例如 补习 教瑜伽 或者做健身 都可以 教健身 容易吸引更多客人 相对地 做这些 亦可以削弱了 红艳桃花杀 对他们的影响 因为在这些地方用了 因缘老 亦会给其他 红艳桃花杀 但不从事这些行业的人 会比较顺利 今天我们的玄学錦囊 红艳桃花杀 就说到这里 今次的影片 就到这里 多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 请你 like share 和订阅我们 订阅我们 订阅的时候 记得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选择全部订阅 这样我们一有新片 就会通知你 如果你对影片的内容有什么不明白 或者有话题想我们说 又或者想说下你的意见 都欢迎你们留言 你的支持就是我们的动力 多谢大家